我拒绝侯爷 不代表就会原谅你 姜子 对不起 少君还真是穷追不舍 举之门外 是三郎的戴可知道 不请自来 少君也没好到哪儿去 小慈落水受惊 我要带他回去好生照顾 柳门扎一事 少君已经尽力了 照顾将此一事 就不劳烦少君费心了 小慈伤心伤身 皆由你而起 你明知自己刀尖舔血 自身难保 你就半点不为他考虑 难道少君所谓的 为他考虑 就是将他 关在裴府的牢笼里吗 那才真的是 对他伤身伤神 小慈 你受苦了 跟我回清康吧 我不会再让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一切无碍 侯爷不必如此挂怀 我和侯爷的缘分 早就尽了 不用再苦苦执着 小慈我知道 你孩子怪我 没有做到你心中的鉴定后 事到如今 你还要选他吗 早在月落大典那日 我就已经做了决定 事好事坏 举手无悔 我也请回吧 初遇忘息 冥冥中相惜 刀光掠影 换你时朝夕 注定情欲 云无法相及 人与你 我拒绝侯爷 不代表就会原谅你 将此 对不起 只为一时生气 心得过一时同心 初遇时光晴 怎料何一知如今 心如苦海无依 才隔着不下痕迷 燃烧尽心中最后回忆 从此无头无悔 即刻传密信回朝 将小慈的身份 为昭参与攻打柳门闸一事 一并禀告陛下 侯爷是想 借陛下之手 请将姑娘回青康 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让她在卢营 和柳门闸几次涉险 等回了青康 我自有办法 向她赔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询阅 通知评书 带淹室来梁州 大人 至少先让她见一面 是 你这次不再骗我 我已经通知了评书 今日 一定把你师父带到 江四 其实我这儿还有个东西 师父 小四 师父 对不起 我让你担心了 让我看看你 你受伤了 混账东西 你害我小子遍体鳞伤 我杀了你 你别伤我师父 我无信伤你师父 你可以带你师父 先进屋修许 师父 走 听闻你与他成亲了 没有 只是一时的权益之计 师父你放心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小子 听师父话 唯独他不行 师父 你答应师父 师父 我答应你 从前都是他的算计 今后绝不会再有 就叫做 想让你穿过 想让你 杀 我 想让你 再继续 你 做 刀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